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阿玛张丹 上两期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父母团聚移民 2021年的新政,担保人资格,以及共同担保人的相关话题 那么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父母团聚移民当中的体检问题 很多担保人呢,来咨询的时候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说我的父母呢,年事已高,身体不是很好 那么他们的体检会不会影响移民的申请呢? 首先来讲,加拿大移民局呢,在判断这个身体人身体是不是有问题的时候 主要是判断他有没有威胁到公众安全的一些传染病 比如说这个肺结核呀,艾滋病啊,等等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一些基础的糖尿病高血压呢,是不会影响到移民审批的 那么已有一些老年人呢,因为过去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可能在幼年的时候呢,得过这个肺结核这样的病 所以他的肺上面呢,会有一个钙化点 纹理啊,这个肌理啊,这些阴影 那么这个时候呢,移民局会要求他做一个谈培养检查 那么这个过程呢,可能要耗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只要证明这个病呢,已经是一个 并不是在活跃期的病啊,是很久以前造成的一个钙化点 那么这个体检呢,也不会影响到移民的申请 有一些担保人会问到说,我的父母双方,比如说我的爸爸身体不好 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长途旅行 没有办法去到移民局指定的这个体检机构去体检 所以他完成不了这个体检 那么他也不打算来加拿大 我只想担保我的妈妈一个人移民加拿大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爸爸不来就可以不体检 包括我的收入要求是不是就可以减掉一个人呢 但实际情况来讲呢,加拿大移民局要求非陪同移民的家庭成员 只要证明他是你的家庭成员 比如说他们是夫妻的关系 那么即便他不来加拿大的情况下 他也要被要求体检和提供无犯罪记录 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当中一人没有办法完成体检 或者是体检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移民申请 那么另外也有担保人提问说 我的爸爸生患癌症 现在是在化疗期间 那么我现在给他递交这个移民申请 他要体检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呢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为在化疗期间 我们知道他的血液指标啊等等的 这些白细胞的指标是非常不稳定的 移民局指定的体检机构 把这个报告呢送到移民局手里的时候 移民局会由此来判断 这个申请人未来在移民加拿大之后 可能会让加拿大名单高昂的这个医疗费用 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的医疗是全民免费的医疗 那么在加拿大生病了 看病啊这些都是政府来负担的 但是呢移民局会判断这个申请人未来是不是会影响到 比如说癌症导致的一些其他器官的衰竭 导致他的每年的医疗维护费用会非常高 如果这个费用高昂到超过了移民局可以承受的这个极限的话 那么这个申请也是会被拒签的 但是申请人如果能够解释说我的这个病情已经是一个稳定期 不会有产生很多的每年的高昂的费用 那么只要合理解释 移民局也有机会来通过这个申请人的移民审批 关于父母团聚移民当中体检的话题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父母团聚移民相关的问题 可以关注加拿大移民法务平台的公众号和视频号 也可以扫视频末尾的二维码 与我们的职牌移民顾问取得联系 关注一位留学移民实力派